综合塔斯社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等多家外媒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6日告诉白俄罗斯国内外记者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有意愿 他愿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 拜登与他自己在明斯克会晤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 谈及拜登即将访问波兰 卢卡申科当天称 如果他有意愿 如果他想要乌克兰实现和平 我们愿在明斯克接待他 然后认真谈谈 报道称 卢卡申科还称 自己愿与普京拜登举行三边会晤 普京也将飞抵明斯克 我们三人将在这里进行会晤 他称 为了停止战争 为什么不呢 我向你们保证 普京会来这里 我们将坐下来解决所有问题 不过卢卡申科认为 拜登不会前往明斯克 他不会来这里 但为了停战 为了没有民众死亡 是值得的 他会停在波兰 因为波兰是欧洲的猎狗 今天首先在升级乌克兰战争方面 发挥最积极的作用 其比美国人还喊叫得多 他说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 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西方国家多次宣布 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施制裁 涉及经济体育等多个领域 普京去年4月 在与卢卡申科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白俄罗斯是俄乌进一步谈判的合适平台 他说 在西方全面制裁的压力下 俄白要加强一体化进程 共同应对阻碍两国发展 或人为将两国与全球经济隔离开来的任何企图 卢卡申科说 美国怂恿乌克兰 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对抗白俄罗斯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 白俄罗斯需要做的是不允许任何人 向俄罗斯背后开墙 对抗白俄罗斯